大家好,我是叶子 每天用简单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咱们今天来分享一道非常爽口又简单的家常拌面的做法 首先在一个大盆中加入适量的面粉 然后在里面加入一勺的食盐 再少量多次的添加清水和面 把面粉和制成微微干一点的大面絮状 然后再用手揉搓把它和制成面团 面团可以稍微和的硬一点 这样吃起来更加的筋道 把它和制成表面比较光滑的面团后 再把它盖上放一旁饧发五分钟 饧发好的面团略微有一些柔软 这个时候再把它稍微揉至光滑 接下来再把它揉搓成均匀的长条 接下来再把它改到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 面团不用切得太大 切好后把每一个面剂稍微揉搓 面剂不用搓得太细 大约拇指宽的长条就可以了 接下来准备一个盘子在底部刷上一层的食用油 再把揉好的面剂直接摆放在里面 然后在表面淋入一层的食用油 尽量把每个面剂的表面都裹上一层食用油 接下来用保鲜膜封住放一旁饧发半个小时 接下来准备适量的绿豆芽 清洗干净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适量的黄瓜切成薄片后 再切成均匀的黄瓜丝 蔬菜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搭配 切好的黄瓜丝和豆芽放一起备用 面团饧发好以后会变得非常的柔软 这个时候我们取出一个面剂放在案子上直接按压 向两边直接按压均匀再轻轻一拉 这样一道非常筋道有韧性的宽面条就做好了 接下来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烧开 先把绿豆芽倒入锅中略微烫制一下 把它在锅中大约烫至5-6秒钟然后捞出放入到碗中 接下来再把做好的宽面条逐个下入到锅中 一片一片的下入到锅中以防粘连 面条煮制的时间也要根据薄后来决定 把面条在锅中煮制到透亮的状态 然后再把它捞出放入到烫着好的豆芽上面 接下来在里面加入适量的辣椒粉 加入适量的白芝麻增香 再加入适量的葱花 再把烧至滚烫的热油淋入到里面激发出香味 加入一勺的生抽和适量的陈醋 然后把碗中的面条充分的拌至均匀 这样做出来的家常拌面非常的爽口开胃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